新闻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是台湾新国病慢性肾脏病 这个病在初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是肾脏有所损伤的情况 因此台北医院肾脏内科的吴明灿医师 特别给予了三高族群一些建言 我们要带你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慢性肾脏病在台湾肾行率高达13% 可称为是台湾新国民病 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肾脏内科吴明灿医师就指出 因为慢性肾脏病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等到发现的时候肾脏机能已经出现损伤的情况 这样沉默的杀手让人措手不及 慢性肾脏疾病是指一个慢性肾脏机能的损伤 而导致说不可逆的一个病变出现 那当然我们这个可以求我们的肾脏的一个 所谓的过滤指数来做一个追踪的一个指标 当你这个功能呢损失到60以下 甚至在节节败坏过程中 我们要小心不要进入所谓的透析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在这个国病之下 我们当然要尽量避免说 这个所谓的慢性肾脏疾病 会持续的一个演变下去 那后者我们在说所谓的一些保健治疗方面 当然避免一些所谓的三高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过程 大概一些血糖血压以及血脂的部分 就选择要相当严格的管控 那当然一些外来的一些因素 包括一些食物啦 一些药物的使用上 当然要配合医生的一个指示 那当然呢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家族病死的方面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像是一些东南性的一个病变 我们最好可以的话 在得知自己有这样的家族死的时候 当然整个家族里面 最好做严密的一个审查 假设说有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提早接受治疗 尤其是面对三高的族群 吴医师特别提出了良心的建严 三高的部分呢 是指说我们的高血糖啦 高血脂以及血压的一个部分 那血糖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的糖化血色素的这个指标 可以做监控 我们最好的控制方式是在6.5到7.5这个range里面 那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效的控制可以减少说我们的血管硬化啦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血管败坏顺项 那当然我们可以减少说四网末的病变啊 血管的病变啊 神经的病变进而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损失 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每我们大概几个月的部分啊 再三个月或者是半年的追踪的部分 我们要催认所谓的蛋白质的流失量 当你的白蛋白流失量 尿意中的流失量过多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症病变的开始 因为在这样的附近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血管脏力素的抑制剂啊 血压的调控啊 低盐饮食 低糖的饮食 以及说我们的血脂的控制而得到所谓的控制糖尿病 肾病变最好的疗效 只要民众及早做好肾脏的保护措施 包括平日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还有谨慎的饮食习惯 就能够远离慢性肾脏病的发生 永家乐新闻 新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